哈 其实这次会得这个奖 我自己也蛮惊讶的 因为我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就有投稿过 但去年是连副神都没有进 所以这次我想说 那我就修改一下 如果有进的话 那就很开心 没有进也没关系这样 可是后来才发现 结果竟然得了首奖 然后我那个当下 其实蛮惊讶的 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因为我原本想说 能进赴神应该就很开心了 其实我的作品一直以来 都给自己很多不同的尝试 那个尝试就是 其实虽然说它围绕在 类似的主题上面 就是我一直在讨论的是 关于生存 关于存在的本质 那个核心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就透过了 不同的作品来讨论 可能跟死亡有关 可能跟爱情 跟情感有关 然后接下来也会希望 让自己能够找到更多 不同的面向去书写作品 然后带出更多的故事给大家 我觉得它是一个讨论 即使很不开心很不快乐 我们还是要继续活下去的 一个作品 疫情对我来讲最大的影响就是 生活中的仪式感不一样了 就是会不太知道 什么时候是工作 什么时候是休息 当我想要休息的时候 就会觉得我自己现在这样子 是不是在耍废 然后因此就会随时随地 都处在工作的状态 这种东西其实对我来讲 会比较难去克服 可是如果能够找到 跟他相处的方式 我觉得会蛮开心的 像我现在就是会 每天早上就把所有 我要工作的东西都打开来 然后打开很多个Word档 然后最后再一个一个 把Word档给解决 然后到最后面 晚上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工作做完了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非常开心 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